算是DL嗎? 假假八點檔嗎? 怎麼這樣? 在這裡面有這段 我怎麼有錯過這麼精彩的 你怎麼可以在我的臉上說你們母呢? 蛤?好精彩喔 我好像可以去看一下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輔射長Nikki 那今天呢又迎接來了 我們小夥伴向輔射長的挑戰了 回顧一下之前小夥伴出題的狀況呢 要不準備了一個素材 然後逆推啃我就是pref的系列 也有那個迷音梗圖 然後看看我什麼時候會笑這樣子 那今天他們又準備了一個 不要笑挑戰之 BL八點檔 算是BL嗎? 假假八點檔嗎? 就是有一點點擦邊求多元成家的一個系列單元啦 我覺得生活在台灣呢 在這個很自由的地方 也會影響到我們就是傳統的那種八點檔的呈現 可能也會跟別的地方不大一樣 常常在網路上面看到一些很奇怪的 那麼呢? 我覺得有時候那些八點檔的編劇 蠻知道觀眾朋友想要看什麼 台灣的一些八點檔戲劇 它會緊跟著那個時事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之前有一部韓劇 是用那個泡菜打人家的臉 大家有這個印象嗎? 過沒多久之後呢 台灣的八點檔戲劇 好像也弄了一些很奇怪的哏 非常多特別知名的迷音呢 都會出自於八點檔的戲劇當中 像是那個恰恰啊 那個恰橘子爆橘犬 兩個人然後躺在床上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在一起的那種哏徒 都源自於邊劇的靈感 像我媽媽也是超級熱愛就是八點檔 我記得他們都會說什麼 給你把那些文章拿去講 怎麼可以這樣說咩什麼的 台語然後再加上英文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小夥伴準備了一些 讓人家覺得很酷 然後也很好笑的 也邀請呢 螢幕前面的觀眾 小豆腐們的那一 測驗看看這個台劇呢 不能讓你笑啊 在開始影片之前呢 不要忘了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並且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Liant帳號 那邊呢 都會分享一些日常生活的大小事 必有的Short也會一併的放在那邊 大家就可以追蹤起來囉 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挑戰吧 喔這好久以前的了 我記得那時候我也有看這一部 幹嘛那麼努力的跟他解釋 那一個文 哪一個文 我記得這一關 我記得這張歌 他把那一文還給他 我記得 對不起我真的很 我真的很記得這件事情 好復古的紅色樹球蛋 他居然打了他 整個突然又扭打起來了 是因為沒有散射的搞不好 這個男的叫威廉吧 剛剛那個男的 妳想知道別人在對待我 威廉 是咧 我也很愛 嚴格我很矛盾 我很痛苦 是我親手 自己抓一遍我所創造的地方 這個橋段我有點忘記了 我當時真的有追一家人 因為那時候就是 我覺得他們那個編劇蠻好 他就是一百五十基 他怎麼跑到旁邊 我真的沒辦法幫你幫忙 咦 你兩個人 都別離開我 不要給我帶你好 那是無倫 我又什麼都沒有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我們三個不能走走 威力頭頂發綠光 一家團友網上就沒有看咧 那時候一家人我覺得蠻好的是他有堅持一百五十基一定會完結 就是不會那種又臭又長 不會這樣跟他拍就好 我的朋友都說 你很帥 是天才 你很帥 但是什麼時候 再出一次吧 等我我耳耳耳 這個音樂很 很白癩 很白癩 很多人 又比較想要把 好 你不記得了 你答應過我 我的記憶 他如果知道你的需要 我們就不說這樣不合影 這樣比較方便 什麼意思 你能聽我嗎 我就幫你當掉 我就讓你的論文是交給你了 深等沒有辦法升上去 看想更慘 所以他們倆是出櫃嗎 我心裡就把你丟掉了 我 好 好 我知道 我今天要把你丟掉了 你丟掉了 我帶你再過來 對 我沒有陪你給你了 彩虹運動支持 都願成家支持 彩虹運動支持 都願成家支持 待會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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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裡面有這一段 我怎麼有 錯過這麼精彩的 五分鐘而已啊 不是五三分鐘啊 大驚小怪 我們的關係 需要做對的好相信 我背書的家庭 亂來遊說 你都沒有做到 什麼遊說 我來你叫做 演導演外的標誌下 有一個老高班的故事 所以是要有什麼 爭吵在的 所以要確認他沒有 想要等就對了 好啦好啦 我還會不會遲到 幫你教一個 我還會你才會乖 嗯 超有的這個務行 現在學生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尊師重道就對了 可以在看狀況嗎 我還要你不外出 連下公耶 連下公耶 應該才是出外的人 是你這麼重 連下公耶 連下公耶 我媽會起懷疑 我會記得我們說過 你怎麼可以 在我的臉上 真說你媽咧 很重點影響到我的家庭 你們面對的 等兩邊都按來 自己看你有心還是沒心而已 知道我都讓你放覺啊 我的心 頭到已經睡了 我已經往你放覺啊 我看你的 你怎麼會 欸怎麼會 他不是 不是台劇而已是嗎 還有港劇 沒了 欸可是 一家團員我真的沒看耶 所以他們兩個人 就是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啊 蛤好精彩喔 我好像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一家人我對那三個人有印象 我記得還有一部 八點檔台劇當中有兩個女生 是從頭到尾都很相愛 然後到最後也沒有被拆散 然後在一起 我不知道要知道是哪一部 因為現在已經忘記了 他們的名字都有點像 唯獨只有一家人 我個人還滿喜歡的 我記得一家人裡面有 春夏秋冬應該是那一部 裡面最喜歡的真的就是 小夏嗎 應該是小夏 很波辣的那個女生 我個人超級喜歡陳沛琪演的戲 如果有他的話我都會稍微看一下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小小的 做一個台劇 然後或是港劇的reaction 港劇只有後面一點點而已 好像應該有更多精彩的畫面 所以如果說大家喜歡 這樣子輕鬆愉快 然後又多元成這樣 時代進步的劇情也許可以再敲完 然後我們可以做出更多的 Part 2 Part 3給大家 好嗎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看得喜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笑得很愉快 有沒有很驚訝之類的 如果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不吝嗇的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敲完喔 那最後也不要忘了 要幫我把影片按個讚 然後分享出去給你所有喜歡看 要怎麼講呢 嗯 戲劇之類的人嗎 反正要把它分享出去就對了 最後也不要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Nikki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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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